那個是 他拍的 他拍的有藝術氣質的照片 放在上面 原來是自拍高手 這也不算自拍啦 其實這是在攝影棚裡面拍的 你特別為了網路上的比賽去攝影師 沒有 因為我們 我其實本身也有在玩攝影 發條 所以你在網路上的那個日記 是最有名的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字體肺炎就是你的日記的名字 對 我在網路上寫日記 我已經大概七年多了 你這名字還蠻臭屁的耶 對啊 就是 就是 都講你自己的事 然後都是廢話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所以你從小學就開始一直寫這些 小學沒有 我是從高中才開始寫 然後以日記稱王的意思是說 你的點閱率最高還是 算是吧 所以有多 可不可以告訴你旁邊那個小學生 你的點閱率有多高 因為他大概有兩萬人左右 兩萬人嗎 我 最高像後面這個部落格的話 最高是三千多萬 哇 哇 哇 所以你想要拿那個是你手寫的日記 對 可是我後來因為字太醜了 所以我的日記裡面大部分都是以漫畫為主 哇 整本都是以漫畫為主 他的床掀開不是放滿的東西 你家床掀開應該是一個地下室吧 跟老婆迷路那個機構一樣 連接防空洞 哇 而且我的東西都有寫清楚它是什麼 OK Diary就是Diary sketchbook 就是入苗布 OK 都會高混的 真的好棒喔 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看漫畫 我到現在都還是 我好大眼睛的 所以我會畫很多東西 娃娃耶 真的好耶 真的喔 很費工耶 同學 而且 你看以前有多閒 可是 我就只會畫這樣的東西 我不會畫身體 你好像一個壞同學講的話喔 Ruby 你一定是屬於那種 會拿的那種筆記本 然後頭髮剝成這樣 然後在那種咖啡廳賣著不走 對 對 而且還是會擺到耶 對 然後貼動彈的臉 對 這樣子 然後你覺得人家就是 都在看她是要擺泡這樣子 對 然後喝咖啡一定要這樣 然後就 你是不是都有忍耐 你也是屍體吧 其實 其實我是雙子座 所以你知道我 我所有的女性化 可能都在我看的漫畫啊 或者是我寫的那些 我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 我以前寫很噁心的詩句 可是我個人在生活裡 是個男人婆 OK 這是我說的東西 女性化都在圖跟文裡面 都沒了 了解 好 我現在要開始看 各位明星的那個重點 那個 小學生麻煩妳好不好 好 來 妳先把維銘哥的日記送過來 我順便幫妳分裂 我以為我的也要送過來 好 謝謝 好 這邊有一些那個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所以 對啊 因為小學生這可是 台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獻 一早起來就打電話找小文 自我認識她後一連串的事情 使我覺得 此馬不爬非君子 這麼無恥的話 你也寫得正正有詞 你怎麼那麼無恥啊你 這有什麼好在這邊的正正有詞的 我真的不知道 欸 她好賤的 你看下一句 可是 此馬不爬非君子 也許因為她有過經驗 爬 那個爬手的爬字的意思就是 這是拔 真的喔 真的喔 台語般的音 可是你的語氣顯然不只是拔 你的語氣是要 就是要 對 那個 對 好棒喔 可以日記還可以順便學到討論 什麼東西啊 也許因為她曾經混過 所以爬她似乎很困難 經常碰到 通常碰到這種馬子 我會毫不考慮的放掉 可是我對她特別有 興趣 興趣寫信行為是 真的是很不要臉耶 不管如何本人發誓 除非有特殊事故 否則不到手絕不罷休 所以你從小就這麼澀 沒有從小 你媽媽打開手 看到這篇文章 不是就昏倒嗎 我不曉得 反正她自己都會洩漏 她曾經看過我的日記這樣 這幾天心情甚惡 偏偏又下雨 不打算騎車 沒有想到會碰到她 等著整人無意中就看到 她已站在屋眼下 還有三個屁子圍著 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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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屁子 還和她虧的有說有笑 哇 當時已經用虧這個字了嗎 對啊 自民國67年耶 對啊 頓時心中燃起一把無名火 沒想到竟有如此結果 不斷地跟自己討論 要不要追 目前已有兩人 連我三人要追 而我呢 唉 算了 可是又忘不了她 在董事之後 還沒有一個女孩讓我認識她 就 還沒認識就 愛上她 哇 所以你也是有靈魂 那就對了 啊 當然我也是活體啊 然後你 你並不是每一個都只想要那個 就是你也會愛人家 這個是想要交往是不是 對 有的是想要交往 真正用過感情的女孩 算也算得出來 韓叉 豬叉 陳叉叉 三個了 第一個 純粹在傻我 第二個 自己放棄 第三個 最可憐 我只是她 其他人的替代品罷了 最後 竟然棄我而去 騙尋不著 失望 傷心到極點 接著就全心放在工作上 運氣不好又失業了 精神沒有寄託 人為之懶散 碰到她之後 又震救了起來 沒有幾天又垮了 寂寞空虛 心中似乎有口氣 吐不出來 什麼時候才吐得出來呢 自己也不知道 只有老天爺知道了 可是老天爺 有什麼不幫幫忙呢 你們要吐出來嗎 吐出來了嗎 女人是最怪的 就是 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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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再一篇 這個 OK 三八婦女節 全校男生上課 女生放假 我就是啊 我們那個年代啊 三八婦女節這麼重要 我們那個年代 真的女生放假 男生上課啊 一向認為女生吵吵鬧鬧 稍稍包包 文文靜靜 吱吱喳喳 今天誰像一個女生都沒有 覺得怪怪的 非常怪 君林今天不知打了多少電話來 感覺上 越來越像我馬 又來又來 挺高興遇到一個 沒有經驗的女孩 你真本日記好寫喔 整本日記都在寫這種嗎 他就是圍繞在有經驗 沒經驗 你是要採音補陽嗎 你到底想幹什麼 康永哥我真的認識你太晚 我應該是一個 很有成就的色情文學作家才對 還有更經典的 有經驗的都好尖 都好險 我真喜歡沒經驗的她 喜歡她的那一份唇 雖然有時候幼稚 可是很可愛 而且是第一個 不會管我的女孩子 還是一個小女生 樣樣可愛 天啊 就這樣被騙了 你說而且 而且你唸的那個方式 好適合這一句 我講 你愧不愧對你的導師 老師在Diary 第一頁寫的是 《時代考驗青年》 《青年創造時代》 成為一名同學留念 那裡面寫的全部都是 有經驗沒經驗 對國純 我跟你講 1月1號第一篇喔 昨天跳完主辦人說 今天還有舞會了 然後6點我跟葛叉叉 到了昨天的場地去跳舞 不常跟小豬在一起 我把她 我把想她的心情 都發洩在其他女孩身上 怎麼發洩啊 怎麼發洩啊 快講一下 導師叫你 《青年創造時代》 然後你1月1號 就給我寫這種東西 我在那個 這個嚴謹封閉的時代 開創了一個新的局面啊 真的 而且邪惡的把她 變成理所當然的耶 真的耶 你這樣怎麼對起其他那些女 她在過什麼人生 1月2號 今天外面天氣冷 跳舞最好 你到底有沒有在幹 做正事啊 放下啊 還是昨天的場地 有不同的是 今天馬子多又窄 我們那個年 每一條曲子 我一開始就碰上 一個很正的馬子 我連跟她跳了三支半的舞 我知道她是文德的二年級 家住南港也姓陳 我知道她小齊 她跟我跳舞的時候 還吃口香糖 她告訴我是 香腿口香糖 可惜舞會沒有結束 就走了 那個味道至今還忘不了 今天跳得最爽 每支曲子跳舞的馬子 都不同人 只有兩個人沒貼到 其他全被我貼上 你幹嘛 不用貼 情笑 情笑 你什麼 這本就留在幹嘛 你為什麼參加她的舞蹈 我只有用這種方法 才能夠不想小豬 不知道小豬會有沒有反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豬